在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组织的百县千乡万村无邪教创建示范工程活动中 我县被评为创建无邪教示范县 昨天上午 省委防范办副主任高国俊为我县授牌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中强 县委书记李国强 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永济 县委常委 县委办主任吴斌 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王志宏出席受派一事 自创建工作启动以来 我现在组织领导 防范控制 感化教育 强化宣传 机制建设等方面很下功夫 不断深化创建内容 落实工作措施 创建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尤其在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发放手册 悬挂条幅 摆放展板 入户宣传等方式 组织开展了倡导健康生活 远离邪教侵害系列活动 增强了人们自觉抵制邪教的意识 有利维护了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增强了人们自觉抵制邪教育 强化宣传等方式